同学们好,欢迎来到大鹏教育 我以为你们听不到,我关了重开了一次 能听到是吧? 能听到希望同学们能够及时的跟老师回复,跟老师互动 不然我不知道你们是掌握的怎么样 例如同学可以听到 好,你们的底妆用品准备的怎么样啊 今天我们就要开始实际操作了 你们的镜子啊,还有隔离粉底液准备好了吗? 欢迎来到美妆天天练的课堂 我是今天的讲师菲菲老师 前几节课,我们都是理论课 只看了PPT,你们并没有看到老师的脸 然后也没有进行实际操作 我们只是对化妆这个行业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 知道了这个化妆行业它是怎么兴起的 它的一个发展过程是什么样的 还有入了这一行,我们能够从事哪几个方面 只是一个理论的知识 可能大多数同学啊,对真的这个技术方面 还有,还是不太了解 然后从今天开始我们的每一节课都是实操课 同学们就可以跟着老师一起 对着镜子,对着镜子跟老师一起画 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的在这个弹幕上问老师 老师就可以及时给你们做示范了 然后这节课呢,我也找了一位模特 待会让他过来给你们做示范 然后我们在给自己化妆的时候是要对着镜子的 然后给别人化妆的时候,我们要站在这个模特的右侧 站在他的右侧,也是要看着镜子里面 因为有好多的不对称啊,或者是打得不匀啊 肉眼看不出来,只有在镜子里面能够看得很清楚 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打底妆的教程 我们这节课的目标就是认识底妆产品 掌握这个打底的步骤和方法 前面我们说到了一个妆面 一个成功的妆面,精致的妆 成功的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个结实的底妆 什么叫结实的底妆呢 就是每一步都要让它结结实实的贴合在我们的脸上 这就要求我们在涂完基础护肤之后呢 水,爽肤水或者柔肤水 然后是眼霜,涂完眼霜之后涂精华 精华之后是乳液,基础护肤之后 我们就从隔离开始就要结结实实的打在皮肤上 一会儿给老师给同学们示范哈 然后掌握这个基本的步骤和方法 不要求同学们先掌握 就是一下就会给别人画 先掌握给自己怎么样去打一个结实的底妆 打清透的底妆 清透的底妆是我们的这个一个课程目标 因为呢,有很多同学在刚开始画的时候 他只是觉得把这个人变白 皮肤变好就是好 其实要清透薄 清透薄打造一个自然的裸妆的感觉 这是我们的这节课的目标 第一小节 隔离霜颜色的选择 同学们 在线的同学们 你们现在手里有几只隔离霜 是什么颜色的 给老师回复一下 你们买的什么颜色的隔离霜 给你们时间回复 让老师看一下你们准备的 手头里有的工具是什么样的 隔离霜的颜色 这是第一小节 第二个小节是打粉底液的正确方法 第三小节是遮瑕盘的使用 前面老师讲到了遮瑕盘 遮瑕也是属于粉底液 这一步骤的 它只是遮盖 打粉底液 没有遮盖掉的瑕疵 第四个是散粉和粉笔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底妆的最后一步 是定妆 这就是定妆这一步 同学们 你们准备了什么颜色的隔离霜 看一下我们打隔离的工具 还有打粉底液的工具 从易到难这张图片 最容易的就是用手了 给自己化妆 打隔离的时候可以用手 因为这个隔离的质地比较细薄 可以用手来打 但是你给别人化妆的时候 就不能用手了 给别人化妆 我们就会借助到这些化妆海绵 以及粉泼 或者是粉底刷 这是给别人化妆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的工具 同学们你们准备了吗 化妆海绵 干净的小手准备了吗 准备好化妆工具的同学们 给老师回复个1 因为我这个模特马上就过来了 我们就可以在模特的脸上 给同学们更加细致的示范 这个打底妆的方法了 粉底液这个粉底刷 刷粉底液的时候 这个是最难掌握的 因为不好控制这个粉底液的量 还有你这个刷的方向啊 很容易出现刷痕 这是我们化妆工具的认识 看隔离霜的功效 前面也讲了 那个素颜霜 它可以打造一个裸妆的感觉 那个网上网上的那个广告 写的是在男朋友家过夜神器 就是你卸完妆啊 涂完基础护肤 再涂这个素颜霜 能有一个面霜的功效 有一个面霜的功效 也会显得皮肤非常的好 非常白 就是你卸完妆之后啊 还是会显得皮肤的非常的清透白 而且不用卸妆 这个是素颜霜 素颜霜它虽然有隔离的功效 但是不能代替隔离 如果你有的同学 涂完素颜霜了 觉得就可以直接上粉底液了 那是错误的 它有一定的隔离功效 但是不可以代替隔离霜 然后隔离霜有这几个功效 第一个隔绝脏空气 在大街上一些汽车尾气啊 还有一些不干净的空气啊 这些对我们皮肤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这个是可以隔绝脏空气 对我们皮肤的伤害 然后灰尘对我们皮肤的伤害 然后就是隔绝彩妆 化妆之前要涂这个隔离霜 它能隔绝这个粉底液啊 以及这些散粉啊 之类的化妆产品 对我们皮肤的伤害 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虽然那个隔离液 隔离霜它有白色的 但是这个白色呢 也起不到提亮肤色的作用 它只是有一个润色的作用 它是隔绝 皮肤不受彩妆 以及脏空气 灰尘的 污染的 而且还有一个防辐射的作用 因为这个隔离霜 在选择的时候啊 它会有那个防晒倍数 防晒倍数 一个是可以隔绝 太阳紫外线 对我们皮肤的伤害 而且还可以隔绝 电脑辐射 以及手机辐射 这些 这是隔离霜的功效 我们来看看隔离霜的颜色 看这几个颜色 不知道你们手里是哪一个颜色 同学们给老师回一下你们买的哪一个颜色的隔离 看市面上最常见的绿色 粉色和紫色 还有白色 这是最常见的四种隔离的颜色 绿色 绿色适合哪些肤质呢 绿色就是适合 我们讲那个 我们讲盐聪同学来了 我们讲 补色的时候 讲了绿色的补色是红色嘛 我们这个绿色呢 就是适合泛红肌肤的人群 就是比如你可能会容易过敏 皮肤容易过敏 或者是一些换季的时候 容易发红 就可以用这个绿色的隔离 这个绿色的隔离呢 它不能完全改善你这个泛红的状态 但是有一个缓解的作用 这是绿色的隔离 朋友们根据自己的皮肤状况去选择隔离的颜色 然后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一个粉色的隔离 这个呢是比较少见的一种 当你遇到一些模特 他的脸啊虽然很白 但是呢缺乏血色 就是脸色惨白 这种人群 你就可以给他用一点这个粉色的隔离 让你的皮肤显得更加的红润 这是粉色的隔离 这个是比较少用的一个 然后紫色 紫色呢就是我们亚洲人 对我们亚洲人最友好的一个颜色了 金燕同学来了 这个因为紫色 他的补色 前面老是讲的 紫色的补色是黄色 因为我们是黄种人嘛 所以皮肤有些会辣黄 然后不辣黄 偏白肌肤呢 也是属于黄种人嘛 也是属于黄色的肤质 所以我们就需要用这个紫色的去调节 调节肤色不均 也是不能彻底的 彻底的遮盖我们这个黄皮 但是有一个缓解的作用 这是紫色的隔离 这个每个人都要准备紫色的 然后最不挑人的是这个白色的隔离 白色的每个人都可以用 它没有调节肤色不均的状态的这个功能 它只是透明的 然后隔离 隔离开彩妆对我们皮肤的伤害 也可以隔绝辐射呀紫外线啊 还有这个空气中的灰尘等等 这个是个白色的隔离 看一下消息 经验同学要上课去了 你上大几啊 怎么课这么多 你上午不就在上课吗 没事一会儿可以看回放 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看回放了 这是这些隔离的颜色 希望同学们能准备好 这个紫色的隔离 或者是这个白色的隔离 上大一啊 大一课比较多 那你走吧 拜拜 这隔离的颜色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这节课的重点 打隔离 还有打粉底液 这个方向是怎么打的 这个手法 不管是在给自己化妆啊 还是给你朋友 还有给模特化妆的时候 都要用一个正确的手法 这个方向是顺着毛孔生长的方向去画的 因为这样呢 力度合适才能更加的贴合我们的肌肤 看第一张图 额头上是左右 左右 因为我们额头这个肌肤呢 毛孔是横向的去生长的 像我们前面学到的这个皱纹的走向 那个抬头纹就是横向的 所以我们在画底妆的时候 额头的部分也是中间稍微多一些 四周少一些 以横向的这么打这个手法 去把它打匀 然后鼻子呢 鼻子是自上而下的 它顺着这个鼻子的毛孔自上而下的去打它 然后下巴 还有脸颊 还是前面老师所说的 要提拉 两颊要提拉 因为上了年纪的话 整个皮肤会松弛嘛 就会往下一个走向 如果你觉得自己画着舒服 你就是自上而下的去给它画 你觉得自己舒服了 但是模特脸上那个触感啊 是非常的不舒服的 所以我们在画两颊的时候 也要自下而上的去提拉 你从二十岁开始这么提拉肌肤 到四十岁的时候 你的皮肤就不会那么松弛 同学们在给自己涂基础护肤啊 还有隔离的时候 也要注意这一点 然后人中的地方也是左右 这是涂隔离 还有涂粉底液的一个基础手法 不管是用手去涂 还是用粉底刷呀 美妆蛋 都是按照这么的一个手法 这是隔离 这是隔离霜的一个选择 接下来我们看粉底液 这两个漫画 画之涂之前 涂粉底之前 脸上有痘痘 脸上有痘痘 有暗沉 有色素 色素沉淀 然后整个面色呢 是发黄的 看来这是个黄种人啊 涂完粉底液之后呢 整个脸 惨白 也不能说惨白 所以说我们这个粉底液 是有一个提亮肤色 然后遮盖瑕疵的作用 怎么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粉底液呢 在你给模特化妆的时候 你就要先观察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肤质 如果它的皮肤偏干 你在粉底液里面 就可以混合一点点的乳液去滋润 如果它的皮肤偏油呢 你就不要选择太厚重的粉底液 然后色号的选择 要选择接近它的肤色的颜色 不然的话 如果一个很黑的人 你给它涂了一个最亮的颜色 虽然达到了提亮肤色的这么一个效果 但是呢 整个脸画完就会发污 因为它的底子是深色的 然后就会像戴了一个白白的面纱 面具一样 那样是不好的 那不是我们的目的 目的是 给人一种裸妆的感觉 打一个清透薄的底妆 而不是白就是我们的目的 这是粉底液的选择 看它的色号 最亮的这个是象牙白 昨天有同学在群里问我 这个选择一号还是 选一号还是选二号 是不是金燕同学问我的 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象牙白是最白的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中间号 它有的产品 这个陶瓷白是最白的 有的是象牙白是最白的 如果你的皮肤不是那种特别的白细 就可以选一个中间色号 选一个中间的白色 二号色 因为这个粉底液的选择 那个数字越小 颜色就越亮 这是我们选择的一个规律 可以选择个二号色或者三号色 看看他们那个品牌是怎么怎么排序的 选择比自己肤色稍微亮一个号的就可以 这是粉底液的选择 粉底液的打法呢 也是跟刚才的隔离一样 顺着这个毛孔生长的方向去打 然后着重遮盖一下呢 着重遮盖一下这个鼻子 还有额头下巴 这些T区 T区老师讲过 额头还有这个鼻子的地方 是T区 T区呢是最佳凸显我们面部 立体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要可以稍微选择亮一些的颜色 然后四周呢薄一些 这样也会塑造一个小脸的视觉效果 这是粉底液的选择 我直接先把PT讲完 然后再让同学们看我 我再开视频 我们再开视频好不好 这也是我们待会儿模特过来之后 我们化妆的一个步骤 第三个第三步是遮瑕 遮瑕看右边这个色谱 还是之前讲过的补色和同类色 同类色就是色盘 它临近的颜色 我们在学眼影的色彩搭配的时候会用到同类色 这样画眼影会不会出错 用一个橘色的和红色的去晕染 这样的眼影不会出错 这是同类色 而补色呢 补色就会用到我们这个遮瑕的这个手法当中 补色像你的黑眼圈是发青的 发青是熬夜所导致的 所以我们就要用它的补色橙色去遮盖 然后像泛红 鼻翼泛红 两颊泛红就可以用它的补色绿色去遮盖 偏黄肌肤 选一个偏紫的提亮去提亮这个T区 使面部更加的立体 是网络不好吗 这个几何同学一直在一直在掉线 这是我们遮瑕 我今天准备了三个遮瑕盘给同学们展示 不同的遮瑕效果 同学们可以根据老师的示范 然后去选择适合自己的遮瑕盘 看一下这是 他这个画的比较夸张 这是这个遮瑕的案例 遮瑕就是代替粉底液去遮盖粉底液 遮盖不掉的瑕疵 如果你的皮肤已经非常好 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中型皮肤 是这个皮肤的最佳状态 我们就可以不用省略这个省略遮瑕这一步 如果你的肌肤上有一些小雀斑啊 或者是小痘印啊 然后色素沉淀之类的 就一定要用到遮瑕这一步 尤其是我们以后会去到剧组 去到电视台录节目的时候 要有摄像机去拍的时候 一定要把遮瑕这一步做的到位 好这是第三步遮瑕 一会儿朋友们可以看老师的实操 最后一步就是定妆了 定妆就是定妆粉和粉饼 前面讲过 我也拿了几款的粉饼 给同学们展示 所以你们先了解一下 是分这两种 定妆一定要定的结实 给模特化妆的时候 一定要狠狠的摁在这个模特的脸上 不要怕弄得它不舒服哈 因为你定妆定不结实 鼻头就特别容易泛油 淡油你就可以会用到吸油纸 去压那个油 油吸多了呢 你那个底妆也会脱落一些 所以我们在跟妆的过程中 为了方便自己啊 以后补妆的这个工作 所以定妆一定要定的结结实实的 好这是定妆 今天的理论知识比较少 同学们能够听明白吗 同学们你们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开始实操了 没有问题的同学 请回复一 老师调一下摄像头 你们可以看到我了 有点紧张 同学们可以吗 可以的话我回复个一 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在听啊 啊 思诺同学 你在听 好 你是 哈喽 好像是开视频呀 好像开视频 我的模特已经来了 好 我们 底妆的第一步 就是打隔离 我今天带了这么几个隔离 先给你们看一下 苏妍霜 这个可莱欧的 然后这个呢 是 一个英国的品牌 这两个是今天会用到的素颜霜 然后呢 隔离 紫色的是这个蓝芝的 还有一个绿色的 然后白色的呢 是这个ZA的 这三个 今天会给同学们示范 化妆工具 化妆海绵 这两种一个水滴形状的 一个葫芦形状的 然后粉底液的工具 一会儿给同学们展示 好 模特过来吧 来 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 哈喽 同学们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模特 然后刚洗完脸 然后涂完了一个基础护膚 涂了水乳 把发粉 滴起来 喝水乳之后 我们就开始啊 彩妆的第一步 隔离 先观察 我们模特做下之后 先观察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脸型 在化妆的时候 要观察它是什么样的脸型 我们今天只教打底妆 所以我们要 拍到小翠了 拍到了我们的发型助理 小翠 好 先要观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肤质 这个模特皮肤 偏干 是不是 歪了 歪了 老师 像什么 是一个偏黄的 往这做一点 做 好 看一下同学们 先观察这个模特 它是一个偏干的皮肤 然后这边呢 两颊有一些小瑕疵 有一些那个 小雀斑 然后不用这么紧 然后鼻子这儿有个小豆豆 然后再处理这种红色的偏红的豆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到那个绿色的遮瑕盘 是一个干性肌肤 好 我们在用这种化妆海绿的时候 用之前呢 要把它浸湿之后 把里面的水完全拧干 这边 完全拧干 拧干之后可以再借助这个纸巾 再吸一吸里面 没有拧干净的水分 看 现在这个状态是它最好用的状态 因为它原本是没有这么大的 然后吸完水之后呢 它就会变大 变大之后 你把里面的水完全拧出来之后呢 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用的状态 拧到拧不出水的状态 好 我们就开始上隔离 前面说到最简单的上隔离的工具 是用手 但是你在给别人化妆的时候 就一定要借助这种美妆蛋 这个模特皮肤偏干 然后也是偏蜡黄的一个肤色 然后就选用这个紫色的蓝织的隔离 我们在给模特化妆的时候 一定要站在它的右侧 你们可能看到的是不是在左侧 但是我们在给模特化妆的时候 一定要站在右侧 然后挤适量的隔离 在虎口的这个位置 这个蓝织的是非常滋润的一个隔离 然后顺着毛孔生长的方向 如果你在化妆之前要贴 刷眼皮贴 要修眉毛 一定要在打这个隔离霜之前 把眉毛给它修了 不然你打完隔离霜 这个皮肤呢 就会比较绵 这个表面摸起来 有弹性 然后那样的话 你这个修下来的眉毛就不好扫了 然后一定要在打底妆之前 把眉毛修了之后 用这种扇形刷把轻轻的把这些 扫下来的眉毛 修下来的眉毛给扫掉 好 今天不用修眉 我们直接先再来讲这个底妆 这么占取适量的隔离 顺着毛孔生长的方向 从额头 从它这个需要提亮的地方开始 用这么扁的方式 两边 中间多四周手 然后靠近发肌线的位置 可以这么自下而上的 带一下 带过它 额头 碎发比较多 凉凉的 凉凉的是吧 这样模特的触感也会比较好 然后鼻子是自上而下 先用点的方式 然后我们同学们给自己化妆的时候 也是这么个顺序哈 点然后眼的地方稍微带一下 眼部肌肤比较细腻 比较薄 然后我们在上画眼的时候底妆尽量薄一些 之前有同学问我 这个护肤品不是不能弄到眼睛上吗 这个化妆品弄到眼睛上 容易长脂肪力啊 眼部护肤的时候是只能用眼霜的 但是我们在打隔离的时候 一定要照顾到这个眼上 在最后也要再往眼睛上轻轻的带一点 不要涂得过多 你看哪一个明星 他的脸非常白 然后眼圈是黑的 所以这个眼部也要化上去 我现在是把这个化妆海棉上的水全部都拧干了 如果你不拧干的话 不拧干 上面有水 就会导致你打这个不匀 有的地方会多 有的地方会少 把隔离薄薄的一层就行 薄薄的一层 剩了一些 剩了一些也不要再涂在模特的脸上 因为这个隔离与粉底也不同 一定要薄 匀就行 然后剩下的我们就用纸巾把它塌掉 这隔离的作用是一个坠横肤色 它是偏黄肌肤 我们就给它选择一个紫色的隔离 如果它是偏红肌肤 我们就选择这个绿色的隔离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男模特 然后它的皮肤呢 较黑 就可以选这种透明的 透明的白色乳液状的这种隔离 它涂到脸上是透明的 虽然挤出来是一个白色的 好 这是隔离 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就给老师在弹幕上回复 然后再看粉底液 上完隔离 我们就可以接着上粉底液了 粉底液我们可以选择的工具 有这三种 一个还是这个化妆蛋 可以继续用这个化妆蛋 然后再一个呢 是这个粉底刷 好 化妆蛋在使用的时候 跟刚才打隔离是一样的 这个方向啊 以及这个嗯 拍打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但是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个 皮区 这个部位 还有这个部位 还有下巴是要 着重去刻画 就是挤的稍微多一些 然后从这个方向 开始往四周去打 因为这个粉底液呢 我们就是 从粉底液就要开始 往这个五官立体的方向去走 好 同学们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再使用一下这个 呃 粉底刷给大家演示 还有这种硅胶的粉泼 这个非常省 朋友们给自己化妆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去占取粉底液 非常省 而且呢 拍打的这个 感觉 它会使这个底妆比较服贴 但是给别人画的时候呢 呃 这个不是很好用 好 用一下刷子 就从你们演示一下 这个刷子也是刚才洗过的 因为它的皮肤偏干 所以让 要让这个刷子滋润一些 然后再用纸 把它多余的水分给占取掉 在颜色的选择上 我选了 这个 拿了这两种 一个是za的 za的偏白色 啊 这个非常细薄 对于这种干皮肤来说呢 还是非常好用的 然后这个露华浓呢 也是一个偏白的颜色 啊 这个也是一个白色 但是这个呢 叫厚 很厚 在这种秋冬季节呢 秋冬季节 对干皮就不太适合 不能用 不能用这种太厚的 你看这个很细薄 是不是很细 对 像修正液一样 再挤一点 涂的时候 也是涂在这个虎口上 然后我们用这个粉底刷 平着 去蘸取一些 然后蘸取一些 画的时候 从刚才老师介绍的 这个T区开始画 你看这个刷痕 你看这个刷痕 片多了 很容易出现刷痕啊 这个还不是很明显 如果是 如果是那个 质地较厚的 就很容易出现刷痕 所以朋友们在画的时候呢 可以先用 化妆蛋 熟悉了化妆手法之后 你就知道这个力度了 有个数了 我们再用化妆刷 然后有刷痕的时候 朋友们可以用这个刷子 轻轻地把它按压住 也可以用你刚才用过的美妆蛋 把它按平 记住一定要轻透薄 尤其是薄 怕薄薄的底妆 带妆的时间可能久 我上一看 一定要自下而上的去提拉它 像它面部啊 较为大的这些豆 这种豆还在生长的过程 然后就不要用 这种粉底刷去蹭它了 因为这种大豆 我们要遮它 一定会要用到遮瑕盘的 用遮瑕盘一定会遮住 所以我们就不要用 粉底液 再去化这些部位了 因为这样的话 底妆会更厚 对于这个模特呢 他们这个豆的 这个地方也会不舒服 所以我们化的时候 可以把它控出来 然后用遮瑕去遮它 用遮瑕膏 老师我昨天还有很多质子 可以遮住吗 用那个遮瑕膏 因为我们想遮瑕盘的时候 就可以遮住 这个模特呢 是干肾肌肤 跟刷镊子一样 对跟刷镊子是不一样的 这些同学说 跟刷镊子一样 刷镊子我们是不是平着刷 是不是就这么直来直去的 我们在对待脸的时候 一定要清 不能那么的粗鲁 要自下而上的去提拉这个肌肤 久而久之 你的皮肤呢 也会比别人要 没那么松弛 要紧致一点 然后刷完 要轻轻地按压一下 然后下巴也是需要提亮的 你是什么左右的走向 这个脸颊的两侧 可以打得稍微薄一些 因为它薄颜色就没那么深 视觉上呢 就会两边按 就会往后走 然后亮的地方呢 是往前去 整个脸的妆感 从底妆开始 就要往那个立体的方向去走 然后这个发际线 可能这个头发遮着的地方 不太容易看见 我们就用这个刷子上 余下的一些粉底液 自下而上的往上带一些 过渡一下这个边缘 然后手上还余了一些 手上还余了一些 粉底液也不要 为了不浪费 再涂上去 我们就把它擦掉就好了 因为多涂粉底液呢 会对皮肤造成这个彩妆的一个负担 太厚了不好 所以我们就以轻透薄为主 整个底妆就打完了 好 一个提亮了肤色 而且这个模特 脸颊上一些小小的质 也遮盖住了 但是呢 就这个模特而言呢 它的鼻翼两侧有些发红 然后这儿有一个小豆 有一些黑眼圈 这个是底妆 粉底液 遮盖不掉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到遮瑕盘 遮瑕盘 今天老师准备了三款遮瑕盘 这三个 在这边 这个就是推荐同学们去买的 这个德国的遮瑕盘 这个性价比比较高 比较便宜 而且每一格的量都很大 方便同学们练习 练习使用可能不用买太贵的 买这种性价比高的比较好 这个是德国这个遮瑕盘 然后遮盖力最强的是这个IPSA的 IPSA有三格 中间这一格橙色的 可以遮盖 可以遮盖黑眼圈 然后这个暗色的和亮色的 在这个空格上调节调和 调完之后呢 就可以遮盖这个面部肤色上的瑕疵 比如说一些小质啊 或者是豆叶啊 色素沉淀啊 都可以用这个去遮盖 它种的这个小刷子也是非常的好用 就是IPSA的这个 然后颜色最全的就是这个斯迪拉的 斯迪拉的七色遮瑕盘了 它上面呢是膏状的 是遮瑕膏颜色也很全 下面是两个粉状的 一个是亮肤色的粉饼 一个是珠光偏紫的提亮 这两个我们在订完妆之后 可以用来提亮鼻梁啊下巴 以及一些眉公骨啊这些地方 上面遮瑕盘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个是怎么用的 这个IPSA带了一个小刷子 然后这个呢是不赠刷子 我们就要准备一个小厚的遮瑕刷 它和眼影刷一样 可以选择最小厚的眼影刷 用来遮瑕 然后给别人遮瑕的时候 因为我们已经打完底妆了 整个妆便就不能随意用手去碰了 这个时候就用到勾扑 前面不是老师讲的粉铺和勾扑吗 粉铺是什么样的 粉铺它是这个这样去压粉的 它比较薄 勾扑呢是后面有一个小口袋 它后面一个小口袋 我们给别人化妆的时候 打完底妆 不管你是给它遮瑕 还是定妆 还是画眉毛 画眼睛 我们都需要用到这个勾扑 把这个小指 小指放在这个小口袋里 然后用它去压着这个脸 就保证我们已经打完的 已经打完的这个底妆不会花 然后现在我们来用这个遮瑕盘 然后戴上勾扑 拿好你的色叉刷 先遮这个黑眼圈的部分 一头 看这个黑眼圈的部分 可能看的不太清楚 有一些眼带 然后这个地方呢 黑眼圈比较严重 好我们用橙色的来遮 平着去蘸雪 不要这么 像挖 挖那个泥 你要这么去挖 然后平着 轻轻的去蘸取一些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个手的虎口的地方试一试 蘸的多不多 如果蘸的多的话 它就会余下一些 轻轻的试一下 使这个高 这个挖沙膏的表面和刷子是平行的 是非常平坦的贴合的 然后我们再去遮 遮的时候一定要慢 然后轻轻的遮一下 可以遮好多下 但是每一次呢 量比较少 因为眼睛嘛 画的时候 你看这个模特就不停的眨眼 眼睛比较敏感 然后我们再来 好,遮完黑眼圈了 因为黑眼圈是色素沉淀所导致的 我们可以用它的补色 然后用这种遮盖力较强的遮叉盘 去把它遮住 像这个眼带的部分 眼带是结构方面的问题 然后用遮叉盘就遮不掉了 只能遮掉这个颜色上的不同 然后如果黑眼圈过深的话 就可以再用一个更亮的颜色 如果黑眼圈过重 这就会形成一个肋沟 在这里最深的这个沟 它的颜色比四周的色素沉淀还要严重 我们就选一个最亮的颜色 选择一个最亮的肤色 然后只遮在这个沟的地方 用按压的方式 先把它涂抹完 涂抹开均匀之后 再用按压的方式 遮盖之后呢 就不要去动它了 而且那个定妆的时候 也不要去涂抹它 都是用按压的方式 去定住我们已经上在脸上的 定妆膏 这个遮瑕膏 然后再看看脸上这些小质啊 这些小斑点怎么去遮它 看这边有一些小斑点 小雀斑 可以用这个IPSA的 先观察这个模特的皮肤 已经是非常亮白了 但是我们在遮的时候 也不能直接选择这个最亮的色号 因为在一张白脸上 你选一个更亮的颜色 涂在脸上一个点一个点的 像一个补丁会让别人更加去注意 你这个脸上的瑕疵 所以我们在占取完这个 最亮的颜色之后 再稍微占一些 这个暗色的 然后在这个空格的盘上 把它调匀 调匀之后 用这么一点 直接去遮盖 这个不用去大面积的涂了 直接用按压的方式就可以 在这个T区的部位 靠近T区的部位呢 颜色还是比较亮的 可以再加一些这个亮色 模特笑了 先别笑 这是面部这个局部小瑕疵的遮盖 这个IPSAT还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当我们涂口红的时候 让嘴巴显得更加的立体 现在不流行嘟嘟唇嘛 让唇形更加的立体 就可以在涂完口红之后 用它这个自带的小刷子 刷在你的这个嘴唇的下方 然后这样视觉上看起来 你的唇形呢 轮廓更加明确 然后形状很好呢 颜色也会显色度啊会更高 最后我们再来遮这个脸上的小豆豆 小豆豆 再演示一下 用这个推荐给你们的这个遮瑕盘去遮它 这个也是不带刷头的 我们还是需要使用到我们准备的这个小的遮瑕笔 这位模特非常优秀 希望同学们积极的互动啊 这个模特这么可爱 对不对 然后占据一点绿色的 我刚才又调和了一点点的肤色 按压的方式 按来上面 这个跟EPSA的相比呢 遮盖力较弱 但是呢 它很薄 很透 看不出来了 嗯 就是挺好的这个 现在呢 遮盖到这个豆上 尤其是豆啊 要小心处理 因为有些豆在生长过程中 还会有一点点的疼痛感 这是遮瑕的部分 遮完瑕 遮瑕也是包括也是属于粉底这个类别的 遮完瑕之后整个底妆就完成了 但是呢 我们定妆 为什么说定妆是最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定妆做不到位 可能这个妆 带出去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夏天可能半个小时就花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定妆 定的结实 一定要狠狠的摁在这个摩测的脸上 像很多的女生 都是打完粉底液 就开始化眉毛 化嘴巴 化眼妆 但是等中午或者晚上的时候 整个妆已经花的不成样子了 满脸都是油光 所以我们一定要定妆部分做到位 今天给同学们推荐的 定妆产品 有这么几种 定妆分为粉饼和这个 粉饼和这个散粉 看一下粉饼 它是这样的 哑光质感的 在KQ群里 那个金燕同学 艾特老师 是不是你也买的这个 这个颜色是MO色号 也是老师推荐给你的色号 这个颜色呢 是自然偏白 谁都可以用的 它这个还有一个珠光的 尽量同学们 不要在全脸上 都涂这个珠光的定妆产品 因为珠光 它有一个立体效果 就是我们在提亮 提亮这个鼻梁啊 提亮下巴的时候 会用到珠光的 因为珠光呢 它是很亮闪着光嘛 就会让这个器官往前 它就有一个立体的效果 如果你全脸都涂上珠光 那不全脸都往前吗 就会显得整个脸非常大 非常油 所以我们选这种产品的时候 还有粉饼液 都是选择哑光的 都选哑光的 好 除了这个粉底液之外 还有散粉 散粉给同学们展示 这个美宝莲的吧 这个美宝莲的 它是不带粉铺的 不带粉铺的 粉末状的 看一下 然后带粉铺的呢 有这个月湿风银的 月湿风银的也非常好用 控油效果比较好 适合油性皮肤用 然后相对于模特呢 它是偏黄的干性皮肤 就不太适合 它这个是带一个粉铺 直接用粉铺 在脸上压匀就行了 但是在给别人订装的时候 要注意 这样完之后 上面不是有这么 一粒一粒的这个感觉吗 颗粒状 然后我们先把它 揉均匀 揉均匀之后 再均匀的 涂在模特的脸上 这个是带粉铺的散粉 然后不带粉铺的散粉 我们需要怎么样去订装呢 就需要这个大的 大号的订装刷 散粉刷 它可以用来刷散粉 也可以用来做订装粉的使用 看这种 先把它摇匀 摇匀之后呢 轻轻的蘸取一点 蘸取之后 你看还是很不圆 我们就可以在手掌上 用按压的方式 把它按匀 前面老师说到 那个化妆师的素质里面 不是说不能吹刷子吗 有很多化妆师站断 就对着外面一吹 然后那不 非常的不文明吗 所以我们可以在手上按压 也可以这样把它 这样把它胆落 把这个站多的化妆 那个散粉胆落 也可以这样 在手上稍微轻轻按一按 然后我们再来 定在模特的脸上 定装的时候 我们也要注意 从爱出油的位置开始定 哪个地方爱出油啊 是不是T区 尤其是油性皮肤和混合性皮肤 T区是最容易出油的地方 好我们可以用这个化妆刹 轻轻地扫在 T区额头 鼻梁 我轻轻地扫了一点 就示范一下这个手法 然后两颊可以用这么按压的方式 不要这样去怼这个模特的脸 我们把这个刷子侧过来 好 这样轻轻地按压在模特的脸上 模特的触感也会比较舒服 然后我们这个定装效果也达到了 我先示范这半边脸 那半边脸用粉饼来示范 那这是散粉 哪呢 然后看一下粉饼 粉饼今天拿了 这个Maskin的 Maskin的这个粉质也是比较细腻啊 它的遮盖力比较强 提亮效果比较好 因为这个提亮效果比较好 是个瓷白色 但是它的缺点是 它的这个粉坡在二层 双层的 这个粉坡不是很好用 而这个粉坡比较硬 而且不好拿 可以同学们自己配一个粉坡 这种散粉呢 也可以在补妆的过程中 用这种扫 用刷子扫的方式 补在别 模特爱出油的地方 比如说鼻子啊 下巴啊 这些地方 然后日常 我们来定装的时候 还是要用到这个粉坡 里面自带的粉坡 看Make的这一款 它的粉坡就非常的好用 然后设计的也非常合理 那么就是可以按压在 刚才遮瑕的地方 按压一下 然后眼睛也可以天天的按压一下 因为我们一会儿 画完底妆之后就要画眼妆了 画眼妆 一定要有一个坚实的打底 所以眼睛的部分也要按一下 但是不要按得那么用力 两颊一定要用力的按 这个手可以扶着模特的头部 然后这样用力的去按 还有表情文的地方 表情文 我们刚才我们上节课 学的那个表情文 黄晓明变老的那个视频 那几个皱纹 一个是眼下 眼下要轻轻的去按压 然后法令文的地方 可以着重的去按一下 因为法令文这个地方 一个是它笑久了 容易出现这个卡粉 然后要按好 还有额头 再一个呢 它是接近鼻翼的 鼻翼也是很爱出油的 这就是整个完整的 化妆步骤 底妆的步骤 一定要给它按结实了 同学们希望你们 学了化妆时候 学了化妆化底妆之后 也可以每天都给自己 打一个底 作为练习 好了 这个模特就用到这里了 要不我再给他化个美貌 时间还有 时间还有 同学们你想看什么 同学们还有10分钟 你们想看我给这个模特 画个眉毛 还是画个眼线 还是贴个假接毛 这个是za的 同学们你给老师回复 还有10分钟哦 有什么问题 眼妆是吧 眼妆可能10分钟画不好 这个是za的 同学们也可以去买 买一下 这也非常好用 什么肤质都可以用 一方面携带 眼妆是眼影啊 还是眼线 同学们剩下的10分钟 你们来决定 哦 还有这个是个 眼线是吧 行 123呀 121 好有意思 这位同学 真可爱 眼线啊 行 那我给他画个眼线 然后这个是基凡希的四宫格 前面给同学们介绍过 他不是主打的是 调节肤色不均吗 他有四个颜色 紫色 绿色 蓝色 还有粉色 调节肤色不均 但是呢 他是涂到脸上 可以拍一下 这种就拍一下 你不要这么使劲的去按压 他拍到脸上 很容易会有一个 基凡希的标志 所以我们再给模特 画的时候 也是把它揉开 他把它揉开 再涂到脸上 定妆效果非常好 涂到脸上是透明的 男生也可以用 他没有提亮效果 涂到脸上是透明的 好 那我画个眼线吧 还有十分钟 所以老师 我平时我不画眼线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是内双 画眼线看见 所以我也画个眼线 但这种内双呢 我们下节课会讲到 内双的眼线 一个是画内眼线 要贴着他的睫毛根部 再一个呢 就可以通过美目贴 美目贴来调整 同学们知道美目贴吗 就是双眼皮贴 可以双眼皮贴 贴到这个位置 睁开 然后这样呢 就是一个外双 你别皱眉啊 皱眉容易讲穿字纹 我们上节课讲了 那个穿字纹 就是这个位置 你稍微往后一些 好 这样的眼睛 可以贴通过美目贴 来把它调整成 外双眼皮 然后再画一个外眼线 也可以只给它画内眼线 用这种眼线液 也可以用眼线底 然后在你上完底妆之后 再画眼妆 就一定要用到这个沟坡 去压住这个模特的脸 不然你直接用手 这个手压在脸上 很容易出现一个指纹 或者是被你压花了 所以我们要用到这个沟坡 沟坡有两种 就说到别的了 一种就这样的 一根线的 一种是像这样的口袋似的 我觉得这个口袋似的 比较适合女生用 根据自己情况 这个也是可以的 这个面积较大 也是可以的 画一个内眼线 给同学们看看 画内眼线的时候 要注意 用女食指的指腹 轻轻的推开 因为很多 很多不会化妆的女生 她直接是这样 微张着眼 就画在外面了 然后虽然很流畅的一条线 但睁开眼呢 你的眼球和眼线之间 会有一条留白 那是大错特错的 那是非常错的 不能有留白 一定要贴着 你的睫毛根部去画 用食指的指腹 轻轻的把它剥开 谢谢大家 为什么眼尾的部分要睁开呢 因为这个内眼线只是 不用挑眉 内眼线只是增加眼神的作用 只是让眼睛看起来更加有神 像我们平时说的那个美瞳线 朋友们知道美瞳线吗 美瞳线就是内眼线 贴着睫毛根部的一条线 然后我们画内眼线的时候 可以让模特闭眼睛 用你食指的指腹 天天的拨开 天天的推开 然后画在从头到尾 这么流畅的画下来 眼尾的部分就需要睁开 因为眼尾的部分呢 就是一个日常眼线 拉长眼形的 就需要我们睁开眼睛 去衔接一下这个眼尾 稍微拉长一点 有一个调整眼形的作用 在镜头里做能不能看清楚 看两只你不用这样 自然看 看两只眼睛的对比 你看像不 是不是这个眼睛能大一些 来闭眼睛 我们再交大一下一个 稍微浓一些的眼线 就是贴着这个内眼线 再宽一点 来吧 这是稍微浓一点的眼线 像它这种内霜呢 画这种很浓的眼线 双眼皮就没不见了 是不是 看一下这个眼睛还有双眼皮 然后这只眼睛画了浓的眼线就没了 所以这种内霜呢 它只适合自然型眼线 很自然的那种内眼线 如果画稍微粗一点的眼线 或者比这个更粗的眼线 就需要美目贴来调整 美目贴是需要在打底妆之前就贴上的 因为打完底妆整个肤质会变得滑 变滑之后呢 你这个美目贴贴上之后就不容易固定 很容易再会滑或者是贴的位置呢 它会移动 所以美目贴像这种粘贴型的 就需要在底妆之前去贴上 还有修眉毛也要在底妆之前 然后假睫毛是要在眼妆之后 要在眼影之后再去上假睫毛 假睫毛也是粘贴型的 这个是眼线 我把另一只眼线也画上吧 不然就一只 不管你画左边的眼还是右边的眼 化妆室一定要站在模特的右侧 它不能这样跑来跑去 我们只能站在化妆室 画上模特的右侧 先画内眼线 哦 我是不是挡了了 嗯 好过哦 嗯 好过哦 可以 嗯 你眨眼哦 先看一眼 看一下镜子 化妆师要通过镜子去对比两边 哪里不一样 好这是眼线 同学们如果想学画眼线 我们下节课教同学们画不同的眼线 自然型的内眼线 以及上扬型的外眼线 或者是全包围型的 同学们看电视上那种烟熏的造型 整个眼上眼线下眼线都非常浓 然后立体的放大眼睛那种 下节课老师给你们做示范 好还有定装喷雾 定装喷雾就可以在这一步骤结束的时候 不是说眼线在底装 定完装之后 再可以喷一下定装喷雾 在底装之后彩妆之前 均匀的可以喷在脸上 那样的可以定装 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 看还有什么没有给你们介绍的 化妆刷刚才介绍了是最传统的化妆刷 这个需要人手一支的这种扁头的化妆刷 每个人都需要准备 然后再就是现在新出的 这样源头的化妆刷 这个呢我一般都是用来填充发际线 就是模特像他这里比较脱 这里头发比较少 看我吧比如说我 我这里比较脱 像这里比较脱 很多女生这头发两遍啊 头发比较少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占取一些发际线粉 或者是眉粉 然后填充在这里 这样你拍证件照啊 拍照的时候啊 就会显得头发非常的 非常的就是发际线轮廓 非常的好看 这个也是一个粉底刷 平头的粉底刷 然后扁头的粉底刷 然后再就是现在有的这种牙刷式的粉底刷 这也是韩国非常火的一个 不过我觉得这个呢 不如这样的好用 可能我这么多年用顺手了 同学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可能你也用着这种好用的 用这种刷帘 这是挺好玩的 好 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准备 然后明天呢 这节课没有作业 希望同学们可以在课下 练习好给自己的脸去打底妆 打一个结结实实的 清透薄的底妆 好 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你们学会了吗 老师这么教 就是这么实操行的操作 你们能够看的 可以吗 你们跟着老师话 你们觉得OK吗 这种教课方式 OK打个1 如果觉得可以的话 我们以后的每节课 还是这种方式 如果你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你觉得 你跟不上老师的节奏啊 什么的 你就在QQ群里 爱着老师 或者是在这个弹幕上 跟老师说 可以是吧 没问题 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了 我是菲菲老师 我们明天下午3点到4点 还是这个直播间美妆天天练 等你们哦 拜拜